南韩第一夫人金建西 和总统尹喜悦 一起访问乌克兰 不过抵达基辅后 两人各走各的行程 由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纳接待 一同前往当地儿童福利中心 一见到小朋友 金建西非常亲民 还给了一个大拥抱 金建西近距离互动 更直接把手背借给小朋友 印上纹身贴纸 现场氛围相当轻松 旁边媒体则一路跟拍 凸显金建西的柔性外交 金建西四天前才在 立陶湾的北约峰会场边 和欧伦纳相见欢 试图在国际场合上 为南韩增添色彩 不过金建西在立陶湾 却疑似趁机购物 引来反对党批评 利투아니아的一间 金建西的美媒体 金建西的柔性外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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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韩总统夫妇的欧洲 先生印西越的任务 则相对严肃 在南韩不提供 致命武器的政策下 印西越表示 会扩大对乌克兰的人道援助 价值一共1.5亿美元 比去年多了5000万 南韩政策在没有对外宣布下 印西越夫妇带着礼包 突访乌克兰 还参观了去年遭到 俄军屠杀的城镇 进行献花仪式 只是相对印西越 这次乌克兰行 金建西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TV新闻综合不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